各位聽眾朋友 大家好 在進入節目之前 請大家幫忙按讚 訂閱 還有如果有廣告 幫忙看一看 多謝一下 我是司徒文俊 最多人關心這件事 剛剛那個發佈會 是否象徵著衛星牆和賭廳 正式步入這個歷史呢 其實他已經講明了 他有三年的時間給你做交接 另外 將來一定是新的賭牌持有方 是要直接擁有那個物業 以及要直接營運的 例如 現在的十六埔 因為十六埔是屬於奧博 你屬於奧博 奧博又有牌 那就沒有影響 可以營運的 但是 如果有一些衛星牆 他是擁有權 不是他自己的 而入面只不過是借你這個牌照 以及賭桌 來做一些 例如利奧 華都 將來 將來一定要是那個物業 本身要是給那個賭牌公司來擁有 記住 今天他現在講的一切 只是一個框架 即是他給了一個大綱 好像作文的大綱 他還沒有深化入面的細項 他還沒有揭曉 甚至乎 他連接下來的六張賭牌 是給到哪六個人 他這一個 他都只是作出一個預示 就是說會續期 而這個續期不會長久 換言之 續期應該是一年至兩年 大家一定要想清楚 知道現在發生什麼事 另外 將來如果你是要照這個規矩去玩法 那你那些衛星牆 只可以是賣給 這一個叫做那六張賭牌的持有人 那或者 因為他亦都留有空間的 他說 你中間你跟政府 即是要交代你夠不夠錢 去銜接過度 例如 我是一些叫做賭牌公司 我承接這些衛星牆 我夠不夠錢去支付他本來那個物業的費用 燈油火納那些東西 那你會是政府會看你的資金的證明 其他東西 但是一件事 他亦都留了空間 因為他沒有這個政府的代表 或者是核數師 或者是政府的人先進去的 換言之 我們可不可以用 交換股份的方式來做呢 這件事他沒有去更正的 換言之 現在的衛星牆 以相對 譬如我會不會跟你有一個協議 我持有你這個大牌公司的一些股份或者股票 用意去對沖 換回我這個衛星牆的經營權 或者這個衛星牆來譯名給你呢 譬如 現在的什麼什麼酒店 譯名就成為你這個賭牌 賭牌 說錯了 下面的酒店 那這個呢 他是有待相確的 好了 其次了 賭廳是不是正式報入歷史呢 基本上是的 賭廳真的沒得做的 因為賭廳 接下來 衛星牆已經這樣處理了 變相賭廳其實只可以大排 直營 公司廳 以及 所有東西都是這樣的 我想他要打擊那個代理制度 他就是不讓你再有那些股東和代理制度 一定所有東西 要變成直營 即是真的直燒的了 沒有就像以前那樣開下線的了 沒有的了 另外呢 他也是那個 就是叫做收益是不可以拆分出來的 那麼這件事情也都講到明白的了 你是 即是怎麼說呢 即是我相信現在這個市道呢 沒有人會再做露靈廳的了 還有你露靈廳也好 你那個馬糧都不可以拆出來的了應該 當然這些細節是不是真的要慢慢再詳細去講呢 一定要等他的 因為他今天是純粹給一個框架而已 他這個框架是定得有些問題的 包括他覺得現在呢 那個賭場的規模已經足夠了 不需要再擴大 他已經告訴你 未來澳門是沒有新賭場的了 而既有的人 你是用回現在的東西來營運下去 其實也都是好像暗示了給你知 現在這六張的賭牌 是會續下去 你可以用回舊設施 來走 但是現在又加上疫情 全球經濟下滑 你夠不夠數去蓋 去接一些衛星牆來去做呢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來的了 而那個十年的賭牌期限 夠不夠回本呢 因為他已經講到明白了 以前給你的賭牌 就是知道你開頭 你要銀一筆錢出來去建 你現在的賭場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 所以 他是預算你長一點 那就足夠你什麼 那現在呢 是你用回既有的設施 既有的物業去做生意嘛 那他已經覺得你是不需要呢 有一個叫做創業的 重大的投資 那這件事情呢 我想說 十年的牌照期呢 其實相對是短的 因為呢 其實你看回其他世界各地都是啦 那有很多牌照期呢 可能都是十年至十五年啦 那另外可能有些是二十年啦 有些更加長啦 例如七十年八十年都有的 那你說呢 十年 如果都是這些的博企來做 就沒有問題了 那但是如果你一役手的時候呢 新的承接者 你是要將他的牌照 連著物業 連著他所有伙計 所有工具 所有東西 一次過接光的 那變相呢 就算你有新的 即是叫做老闆 或者你新的集團要接手呢 那你一定要預算那塊錢呢 是非常之多的 一口吞掉的 就不可以說 就是我用一個叫做做不做的方式 那我想這件事情就搞不定了 那相對呢 那個叫做那個賭牌的博企 持有賭牌的博企 那個逆主呢 那個又會更加難啦 那還有呢 他已經是講到明一件事情啦 你裡面的東西 即是 這件事情就不是現在說的 其實以前都說的 如果你真的逆不了手的 那政府就收回啦 好了 那現在有一些的賭場 或者是有一些的酒店 是可能是他沒有賭桌的 那整個東西放在這裡 會怎麼處理呢 他也都還沒有講的 那我相信呢 這些是有可能會是去更改的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我自己理解 我覺得呢 衛星牆的處理方式呢 其實可以是一張 即是叫做不讓你再擴充的牌照 而由政府直接去 供回給他們過渡啦 因為你現在三年時間 你要衛星牆去談 現在的價格呢 一定是不帥氣的 因為現在有疫情有所有事情啦 那衛星牆呢 如果你要吞一間的話 物業連上所有東西 那你預計呢 可能是40億起飆啦 40億起步啦 那可能是40 至到是80億 這樣的上下啦 那你如果是純粹以買家來計 你說我去買一個衛星牆 連上物業 連上酒店的 那你說100億以下 那都可能會吸引到啦 但是如果你說我博企要把這些 就是如果我剛才說的 第一這個用股票 以及用這個 就是叫做說是股份的方式 都可以啦 但是問題 你這件事呢 大家就很難去談一件事 就是你覺得這件事值多少錢 因為呢 好市和不好市呢 是兩件事來的嘛 就是 這件事就是我上次說過金銀價 你是用紫黃金的價來計算我 但是我覺得實物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所以這裏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會繼續 去和大家注意和去講 那今集先講到這裡 那我會繼續講下去的 那 剛才那段是開頭而已 所以就一定會是很疏忽 很初淺的 那慢慢我會深化逐個項目講下去 那我是施奧文俊 我們 再繼續 下條片見